大家好 聚焦在持续延烧的欧战事 乌军现在可能是已经展开了春季的大反攻 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克福他4号晚间 在自己的推特上面是公布了一支长达35秒的影片 那么画面中可以看到乌军他们是比出一个虚安静的手势 似乎在暗示筹划已久的春季大反攻现在是即将展开 千万是不要糟糕天下 因为这个影片中他的文字提到了计划喜欢沉默 而乌克兰其实到现在也没有公布反攻的时间点 而俄罗斯的国防部则在今天5号的凌晨就证实 乌克兰现在确实已经展开了大规模的反攻 不过重点是乌军他们计划已久的反攻行动似乎并不顺利 因为俄方他们就点出乌克兰试图突破乌冬的顿巴斯地区前线 这个计划并没有成功 那么俄罗斯的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克福 他也进一步的点出 他说俄罗斯歼灭了250名的乌军 摧毁了16辆的战车 三部的步兵战车 以及21辆的装甲车 那么俄罗斯的特种部队的指挥官 他更点出了 在军事行动中也就是战争以来 乌军他们的经验最丰富的士兵 有一半的兵力早就已经被俄罗斯来歼灭 那当然其实这些说法到现在没有办法被证实 俄方他们的说法 也不清楚乌克兰的反攻计划是不是真的是已经开始 因为乌克兰的国防部还有军方 他们其实到现在都没有来证实这些说法 那么看到目前双方的战士 俄罗斯他们目前是在东部 南部还有南部地区是占领了大片的土地 而且双方的交战关键点 其实就是位在乌克兰的顿涅刺客州 而在同一个时间点 俄罗斯的卫星社在今天表示 部署在顿涅刺客州这个地方的一个 日治重型火焰喷射的一个军队 现在是已经摧毁敌人他们的任务 强调敌人也就是乌军 他们很害怕这个日治的系统 那么究竟什么是日治系统 根据俄罗斯他们自己公布的资料 日治它是使用220毫米口径的一个温压弹 它的射程可以看到是达到3500米至6000米 而且是有24发的火箭弹 甚至是可以覆盖面积4万平米的一个范围 重点是它搭载的火箭弹 短短12秒内就可以全部都发射 而且最恐怖的是 爆炸之后它所产生的热浪还有火龙卷 甚至是可以直接深入建筑物的最后方 而且就连你躲在防空洞里面也是无济于事 因为就算你是侥幸的没有被火焰吞噬 最终也会因为缺氧窒息 那么有一名物军的军官 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直言 在日制的系统摧毁之下 实际上其实不可能会生存 不取决于你的壕沟是挖的有多深 只要这个日制系统它们一进到你的领域 可以烧的一切都会成为灰烬 那么在目前在乌军方面 在俄罗斯佣兵组织占领的巴赫姆特地区 因为这个地区他们没有佣兵的捍卫 因此情报也显示乌克兰现在正在夺回该地区 每天是以几百公尺的速度来呛前推进 一起来看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 在社群媒体上发布精心制作的短片 呼吁大家重军 并且表示是夺回属于我们东西的时候了 这段影片特别秀出西方国家援助的武器 被外界解读乌克兰的大反公要开始了 而日前乌克兰公布影片显示 一艘无人艇快速冲向俄罗斯军舰 营造军舰可能被袭的假象 俄罗斯方面马上公布军舰安全返回的影片 打脸乌方的咨询作战 俄罗斯国防部并且宣称 拦截了两枚英国原屋的暴风之影巡异飞弹 而为了取得更多的先进武器 乌克兰方面请求德国支援射程约500公里金牛 做巡异飞弹 如果乌军真的装备这款飞弹 将可直接打击俄国境内 尽管德国方面已经重申 原武武器不得用于攻击俄国领土 但石墨斯科方面仍然下令 要求在俄罗斯境内的德国机构 工作高达数百名的公务人员 需在未来的几天内离境 被认为是对柏林的外交宣战 俄乌开战之后 俄罗斯遭受俄乌美国家的制裁 包括宾士福特等大车厂纷纷撤出 导致新车的销量暴跌 但是售价却狂翻三倍 例如一辆柴油版的奥迪Q7 居然要价新台币870万 有的是为了规避制裁 甚至把新车当作二手车来卖 记者综合报道 现在在国际上 除了俄乌的战士受阻 不断紧张的一个升高的台海情势 现在也是受到了国际很大的关注 那么美国跟中国两国的军事 也升级到了对峙的情况 在台海的地区 那么美军的驱逐舰中云号 和加拿大的护卫舰蒙特利号 双方在6月3号的时候 是一起穿越了台海 那么大陆的军舰 苏州号则向中云号加速行事 迫使中云号 美舰他们必须要减速 双方当时的军舰距离 只有137公尺 那么美国海军 除了是发布声明 批评大陆的军舰 进行一个不安全的海上互动 在台湾时间 今天不久之前 也公布了美方视角的 一个30秒的影片 一起来看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 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那么这一段 大约是30秒的影片 在里面是显示了 解放军的军舰 是直接的横切 从中云号的船头来经过 那么对于相关事故 其实北京方面 他们是接连的回击 先是大陆国防部长 李尚福 他在昨天的相会上 他就警告了 各国要管好自己的军舰 还有军机 大陆的解放军东部战区 昨天也是发了一个声明 他们批评 有关的国家在台海地区 是刻意的制造事端 蓄意的挑起风险 那么大陆外交部 今天也针对 法新社的提问 做了一个相关的回应 他们抨击 美国在姿势呢 这个挑衅 是在前引发了这个事件 一起来听王文斌的说法 Have a look at this video it shows that moment over the weekend when the U.S. Navy says a Chinese naval ship sailed in front of their destroyer causing the U.S. vessel to slow down to avoid a collision the ships are said to have come within about 140 meters of each other 大午安 这些国际线聚焦 在美国的一架小飞机 在当地时间4号 违反了规定 闯进首都华盛顿特区的领空 那么根据航班追踪的网站 显示 这架小飞机呢 它是载有4个人 是一开始呢 先从田纳西州起飞 飞往纽约市的长岛 但是呢 在靠近纽约地区的时候 它突然呢 是180度的大回转 还在华府特区的空域 是直线的飞行 对此 美国的国民警卫队 立刻是派遣了 多架的F-16战机 升空追逐 并且呢 他们是获得 允许以超音速来飞行 但是没有想到呢 这个小飞机 最后是不幸的 坠毁在维吉尼亚州 至于坠毁原因 目前还在调查当中 另外 由于战斗机 他们是紧急的升空拦截 使得华府呢 很多民众 他们都听到 因此产生的一个音爆 吓坏了很多民众 那么甚至连家里的小狗呢 当时在事发当下 都被吓得是狂吠 引发了大量居民 他们是通报 听到类似爆炸的一个巨响 来看新闻报道 但是呢 现在外界就很好奇 为何F16会紧急升空 除了华府 它是一个禁飞特区以外呢 因为它的航线实在是太过于诡异 那么来看到呢 这架塞斯纳560民用的小飞机呢 它的飞行路线 可以看到呢 它是在田纳西的伊利沙白顿的机场呢 它先是起飞 目的呢 就是要飞到这 飞到纽约的长岛 迈克阿瑟机场 不过呢 当小飞机它抵达纽约的时候呢 它并没有直接下降 反而呢是在这个地方呢 是180度的大回转 朝着维吉尼亚州是直线的又飞过去 经过了华府 那么华府呢 它确实又是一个禁飞区 因此呢 美军他们就出动了F16 紧急的是在3点20分的时候来升空 就是要对这个小飞机 它来拦截 不过呢 F16它并没有几落飞机 而是呢 向小飞机来投掷一个照明弹 要引起这个驾驶的注意 并且呢是要赶快和它来联系 但是呢都没有得到驾驶的回应 最后呢 这个小飞机在10分钟之后呢 就是大概是30分 也就是F16升空后10分钟 它就坠毁在维吉尼亚州 华盛顿国家公园的附近 对此呢 美国的官员就描述这个事件 他表示呢 小飞机的飞行模式呢 可以看到是非常的奇怪 甚至呢 不仅一名飞行员也表示了 亲眼看到这个小飞机的驾驶员 他已经昏迷 呈现一个昏迷的状态 那么虽然其实呢 这个情况是比较少见 但是呢 飞行员还有乘客 他们会在空中失去知觉的事件呢 其实并没有 不是呢 没有发生过 1999年 高尔夫的囚首佩斯斯图尔特呢 佩恩斯图尔特 他和其他的四人 搭乘小飞机的时候呢 同样也是因为飞行中 失去压力 所以呢 导致机上所有的人都因为缺氧 所以失去了知觉 那么当时呢 飞机是在无人驾驶的情况下 飞了数英里 最后呢 是在南达科他州来坠毁无人生还 那边做个人 没关系 我还不想打算 什么都没有来说 那边是一种